庄严雕像精致壁画 经过数十世纪依旧宏伟 令人叹为观止的历史古迹 恐怕正消失在岁月长河中 从1960年开始 在敦煌地区 它的中等到强降雨的频次 正在越来越多 那么这样类型的降水 会导致洞窟内的湿度变大 中国大陆敦煌石窟 藏有上千年艺术品和雕像 自公元四世纪以来一直保存良好 名列联合国组织世界遗产 随着全球气候变迁加剧 甘肃沙漠气候由甘旱转为潮湿 许多文化古物乃至石窟完整性 都岌岌可为 而湿度一旦达到60%到65%以上 它就会加速石窟内壁画和雕像 它的病害发生的速率 色彩逐渐淡去 雕像出现裂缝 拯救古迹行动 想赶上气候变迁大有难度 专家指出 敦煌石窟对中国大陆意义重大 即使拥有资金维护 严密监控仍难逃损毁命运 其他数千个较不知名的石窟 状况更堪忧 那么对于这个文物保护来说 有一些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很好的关注 然后没有得到很好修复的这些文物 它们在面对这个不确定性很高的 这个风险时候 它们会遭受的破坏就会更严重 研究发现除了湿度 严结晶的形成也会加速文物破坏 甚至湿气与热量组合还会导致岩石爆炸 历史与文化能否远远流长 还需你我共同守护 戴新闻王家正编译